所以下面讲 行人若坐下依求 正行的修行人 只我们现在正在修学 一存菩提之果 我们心里真正以为有个菩提之果 有求菩提的方法 这是什么 这叫法治 错了 既是坐下 坐下是坐下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霸向成道 给我们做榜样 用意非常深 他十九岁离开家 他不离开家 他是王子 集成他父亲的王位 这就是说 把世间荣华富贵 放下了 这放下烦恼啊 他知道这个东西不少事情 这对烦恼 一大堆言 十九岁离开家 十九岁离开家 给我们表演的是放下烦恼 你看 放下烦恼之后 出去求学 学了十二年 十九岁 学到三十岁 所有印度 所有的宗教 都结束了 都学过 所有的学派 也学过 三十岁第一年 学了十二年 把十二年所学的东西 统统放下 那就是放下法治 十九岁离开家 是放下情职 放下烦恼之后 三十岁这一年 在菩提树下 若定的时候 把十二年所学的 放下 放下法治 放下锁制 年终障碍都没有了 这明星见性了 这个表演 意思太深了 如果你有兴随 在菩提树下